车子缓缓的在山坡上爬行 放眼望去 茶园 老街 舒适的阳光 很难让人相信 这里是一个离台北不到一小时车程 却像是桃花园般一试独立的地方 平林 空气做这么好 又没有污染 也没有排烟 你要汽车的排烟味器 也没有工厂 为什么每次都是以都市作为中心 然后乡村是就是往都市跑 而我的一个想法是 我们没有办法把乡村变为中心 然后让整个都市的人能够往这里过来 为了扭转城市与乡村间的关系 胡亭硕创立了平林街左边 透过独特的宦工客栈 希望能让都市人 重新认识乡村的独特风光 我们就是一个很难搞的背包客栈 你来住你要来帮工作 可是工作不是帮我们 而是帮这片山林 那借由这样工作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的客人跟当地人 他也会有一些互动的可能 对 所以等于说他们来这边 不只是消费这边的地景 同时他们也投入也亲身 去参与这片土地的劳动 你们来这边真正有体验到 就比如说种菜 体验从头到尾的构成 你不是来拔草都 拔草不用水洗也会啊 叫你用手去拔也会啊 对不对 可是像烧木头有一个要点 在寄也一个要点嘛 去协助农友的生产过程中 你可以跟他交换你们生活上的 一些点点滴滴 你把你的劳动力 而当地人就把他们的生活经验 跟他们的生活信仰跟你交换 诶 哥哥 我拿一个给你长袖给你 长袖 长袖 可是这天气不是很热吗 不会啦 不会啦 我很黑了 没关系的 好像有那种回到阿公阿妈家在帮阿妈做事情的感觉 小时候当然会觉得很累很麻烦 为什么阿公阿妈都叫我做这种事情 我烦死了 可是现在其实仔细想想 我觉得那时候才是最单纯最简单的生活 回到乡村的都市人 就像回到母亲怀抱的孩子般 重新认识属于自己的土地 踏实地找回生活的本质 这就是平邻街左边想要带给大家的体验